中文字幕——YK 同龄是第35、36、37、38届中国乒乓球女队的主要成员之一 曾获第35届女子单打第三名 与陈新华合作获第36届混合双打亚军 并且获得第36届女子单打世界冠军 我站位离球台一步到两步之间 右腿呢在左腿的前面 主要是便于启动 因为别人跟我打一般发那个正手短的跟这个两边长的比较多一些 这样我右腿在前面的话可以垫一步就上来接短球 而且呢就退一步下来接长球 两边呢就是照顾比较周到 我握拍呢就是比较松 主要是便于那个用手腕 比如说接发球啊这样挑一板啊 或者是正手销反手销好变化一点 包括攻球 我打球呢无论销球和攻球吧 都是这个指头跟这个指头用力多一些 因为它离球拍近好发力一点 其他的嘛都不太实际了 正手销球是销对方拉过来力量较轻或上旋较弱的球 回球具有一般下旋性质 销球时持拍手臂向上引拍拍面稍后仰 引拍至肩部高度 这时上臂与前臂夹角约为70度 在下降期击球 机球时向前下方挥拍 拍触球时上臂与前臂夹角约为115度 销球过程中 肘关节随身体重心下移 触球后 球拍随时向前下挥动 这是引拍摸 这是引拍与拍夹球时 肘关节角度是一图 引拍时角度是70度 拍夹球时角度是115度 销球过程中肘关节随身体重心下移 触球后 球拍随时向前下挥动 一般小球是用球拍的中部偏上部分机球 拍面稍后养 拍摸 加转销球比一般销球的下旋性强得多 它能增大对方回球的难度 从从灵加转销球技术看出 引拍要比一般销球稍高一些 上臂与前臂夹角约为60度 拍处球时上臂与前臂夹角约为105度 这是引拍和拍处球的肘关节角度示意图 引拍时角度是60度 拍处球时角度是105度 这里应该提醒的是 加转销球比一般销球向下挥拍的速度快 加转销球用0.08秒 一般销球用0.10秒 说明加转时要向前下用力加速回拍 销加转球时要用球拍的偏下部分触球 这样有利于摩擦球 这样有利于摩擦球 请看同龄在比赛中 第一板使用正手一般销球 第二板用加转销球 对方下往失误 再请看另外一个站立 反手销球是右脚稍前身体左转 10拍手臂在身前上提大约与肩同高 吸球时 手臂向右前下方挥动 NB与手腕加速用力消极来球 在球的下降期 击球中下部 拍面稍后仰 击球后上体右转 球拍随时挥至身体右侧 重心移到右脚 然后还原成基本姿势 请再看几遍慢动作 这是同龄运用反手销得分的战力 正手销高调弧圈球 销球前 持拍手向后上方引拍的幅度要稍大些 使球拍与击球点之间有足够的加速距离 手臂发力的顺序应该是先压 后销 再送 以上臂币带动前臂向下用力为主 适当附加一些向前的力量 再下降机机球 拍触球时 板面不宜过于后仰 触球中部偏下部位 销球后重心交换 迅速恢复成基本姿势 准备还击下次来球 请看几遍慢动作 感谢观看 正手销前冲弧圈球 站位左脚在前 上体稍向右转 由于来球的冲力很大 要迅速向上引拍 将球拍提至头部高度 拍头向上竖起 这样有利于向下压球 销球前 先调节身体重心的高度 使手臂与来球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 销球时 向前下方迅速挥拍 在来球的下降期 触球中下部 击球后 用跳步迅速恢复基本姿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削球时,球拍向前下方挥动 身体重心略随之向下 在来球的下降期,击球中下步 击球后,重心前移 用跳步迅速恢复基本姿势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手削前冲弧圈球是销球中的一项重要技术 当球飞进身前时,身体要保持稳定 前臂迅速向上引拍 拍面竖起,约与肩同高 完成引拍动作时,上臂与前臂夹角约为65度 拍出球时约为115度 击球后约为155度 从示意图中看出 引拍时,拍端竖直向上 到肌球后拍端的下垂说明 前臂带动手腕用力下切的程度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从侧面描绘的球拍运行轨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向下向前用力的情况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高水平的比赛中 销球手经常会遇到对方拉弧圈球 在销球时 除了要有快速的反应和准确判断外 还必须有灵活的步伐和较好的控球能力 如果能控制好回球弧线 并配合变化落点来调动对方 就能有效地压制对方进攻 还会变被动为主动 比赛中 同龄销胡签球的技术 就表现出了上述特点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销追身球 销球技术中较难处理的要算对方攻过来的追身球了 因为它常会由于身体的阻碍而影响手臂的活动 另外还要根据来球情况迅速移动步伐 选用正手或反手削球 来球偏身体右侧时 可用跳步或侧身步或后交叉步 向左让位后 以正手销回追身球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球正中或偏于身体左侧时 可迅速向右侧身 上体左转 向右让位后 以反手销回追身球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销接突击球 销接突击球是在对方猛力攻球的情况下回击来球 技术难度较大 正手或反手接球都应该注意 一、向上引拍要高些 拍面不要后仰 二、挥拍迎球时 手臂应向下用力压球 三、在远台消接对方中扣的球时 要先压后送 三、二、挥拍摄 三、挥拍摄 三、挥拍摄 球排竖起 销球时多向下切压 以抵消对手中板扣杀的力量 三、挥拍摄 三、挥拍摄 四、挥拍摄 三、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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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扎实的基本功 使对手久攻不下 直到失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戳球对销球选手来说使用较多 在对手打出金网短球时 在不变反攻的情况下 多用戳球还击 搓球时 先向上引拍 然后再向前下方挥拍迎球 拍面稍后仰 在下降前期击球中下步 搓球后 球拍随时向前下挥动 导板搓球和削球 是使用两面不同性能球拍运动员经常采用的技术 由于两面不同性能 所以打过去的球旋转性质也有差异 在对手不适应的情况下 往往可以制造进攻的机会 请看通统领导板搓球和削球的动作 优优独播剧场——ello Zither Harp 请看同龄在实战中运用导板技术 同龄导板销球直接得分 拱球是70年代使用长焦力胶皮的运动员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技术 用长焦拱出来的球往往具有一定的上旋还会发飘 对方不熟悉他的特点常会回出高球 拱球时站位离台较近 手臂提起略向后上方引拍 手臂提起 稍后养在上升期或高点期机球 手臂提起 机球时触球中下步 手臂向前用力将就推出 手臂提起 擋球是借助于对方来球的反弹上升力将球挡回对方台面 手臂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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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提起用侧身攻球 在对方回球较高时可以用正手扣杀动作进行攻击 正手扣杀时以大臂发力为主 回拍幅度较大 击球时在高点期前后 消球圈提起 带动钱币向钱上发力, 击求时拍面烧钱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请看实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右脚烧钱 每销完一次球就要迅速用跳步或小垫步恢复基本姿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请看实战。 统领经常在终点台销球时, 与对手突然释放短球, 因此思想上要有随时上前铺接短球的准备。 他右手持拍,右脚烧钱的基本姿势就能够做到一种方法。 右脚随时迅速启动上前铺接短球。 他左脚上前一步。 然后右脚跟着一大步就能跨入台下,使身体靠近球台取击球。 由于跨出一大步,身体重心略有下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销中反攻打法运动员,经常利用销球变化旋转和落点, 使对手回球失误或接触高球,伺机进行反攻。 除此之外,还可以用挡一板球来变化旋转和节奏,然后进行反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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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侧面看 同龄正反手消球结合反攻的技术 和前后步伐运用情况 在中远台消球后 与对手释放短球时 迅速上步进行反攻 在比赛中 同龄经常运用正手或反手反攻得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龄正手第一抛发球 可以发出转球与不转球 这是发下旋球 球拍上提后 由上向下切球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发不转球 发不转球也要求第二跳最好不出台 击球时由后向前推球 高抛发球 是将球抛起后 根据不同的情况 可以发出侧上侧下悬球 也可以变化斜直线落点 还可以发出长球或短球 请看慢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反应手发短球 短球要求第二跳不出台 这样效果好 对方不易揭发球抢攻或抢拉 下面请看实战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